當時我的士頓孫是從荷士頓基金成立的 我們沒有刻意去營造一個特色 是他們的孫子裡自己發現出來的 想創造一個環境就是在課堂之外 給老師和學生和同學多些來往 多些交接 去談大學的事情 去談書語的事情 去談學業 或者生活上的事情 任何都可以談 拍攝 這樣還不行 好棒 是新宿 很驚喜 但媽媽就得了 我打算認識了所有人 我立即打電話給朋友 問他是不是可以入善行 誰知不是 多船 漂亮 近地鐵站 就是善行醫院 因為真的有很多醫生 很多醫生和很多醫生 或者很有錢 是善項的燒尾飯 一定是STARBIT 他們會問 夜晚餐廳是否很麻煩 下一句就會問 那我可不可以來善餐廳 我覺得代表著 玩得、讀得、又住得 又是家的感覺 像個家的 代表著一個安樂的鍋 是一個避風塘 在外面有甚麼困難 都可以回來運氣上 善行是一個 令人大過仔的地方 因為我媽媽經常說 我是公主病 例如黃紫病 那天整體都算輕鬆 不過一進到房間 看到外面的景 是早上的門口 就有點不開心了 衝進房間 開了門 一下子打開了門 撞到旁邊的衣櫃 嚇死我以為撞穿 我想問問 師兄師姐 你們當年移動的時候 是否也是這樣的 很聯測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自己的宿舍 就要去住i-house 然後你當父母 一起進入一間五房二廳的宿舍 那時第一個感覺就是 好像有一個度假型 那樣 因為我的宿舍 其實是我小學同學 Kallion 所以她是讓我先移動 所以我知道她在等我 所以我心情是非常平靜 我一直都回覆我的宿舍 就是Hazel 我的宿舍 然後就打算跟她一起 收拾一下房間 你們看到同房 第一句說的東西是甚麼 你抹風扇我抹槍 因為我的宿舍是我的 best friend 所以我一看到她 第一句說話就立即是說 記得要脫鞋 我問她是否是浪豬 因為她生得好像浪屬地 你們是否會很掛念自己同房 當然很掛念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失戀 GPA低 上莊 所有生活都跟她們一起過 因為我同房是我的 best friend 所以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見她 所以我完全不掛念她 始終沒有了那種 睡覺之前可以一起聊小女心事 所以都會有點掛念 很多事情都一起做 我們兩個是媽公仔 一起煮飯 洗衣 打掃 好像有一個姐姐 所以我覺得我會很掛念她 離開了善行之後 有沒有甚麼人 你會覺得是很掛念的 同層的forabate 因為我們經常都半夜 一遇到對方就會不停聊天 接著就開酒喝 我會最掛念七八樓那時候的人 八樓就是男生 七樓就是女生 我們那時候兩層都玩得很開心 我們經常都見面 有甚麼好掛念 出來吃飯 對 不會很掛念 你們在善行有沒有特別難忘的片段 我想最難忘的片段 就是一起搞學生會 因為學生會以前是沒有常裝的 跟善行的同學和staff去旅行 去過柬埔寨和敦煌 是一個可以和大家深入相處的機會 一定是搞CGE Camp 因為我是第一屆 我會負責搞第二屆的CGE Camp 當時是沒有任何的供應 在書院四年生活中 你們有甚麼期望和目標呢 我會想盡力地投入每一件事 好好地享受自己 我希望拿多些船 和做多些交換程式 我一進來這個書院 就達成了願望 因為我想住宿 一開始進入書院的時候 有個目標就是 很想在High Table的時候 上台拿一次獎 或者Scholarship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 所以現在我是平常心 我覺得書院給了一個最大的禮物 就是我可以找到一個 好好 聊到很多心事的朋友 就是我的屁友Kalian 很粗糙的 但是是加了感覺 書院給了最大的機會 就是可以去交換 因為我沒有給了一個offer 書院又給了我 而這個是我最夢寐以求的機會 你給了什麼書院 呃 很多 例如 呃 我做TA 對 我做TA 對 我做TA 我認識Gloria 我認識Winnie Winnie又認識我 那你給了什麼書院 呃 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給書院 所以我現在就坐在這裡 我想知道書院 你們帶來了什麼改變 而這些改變 現在還會影響你們的呢 那因為我在書院裡有夾粉 搞CG Cam Admission Day 那令我學到很多Admin的Skills 那到今天呢 我都是用我當初學到的東西 書院令我相信以生命影響生命 因為我在書院認識很多人 然後他們影響著我的生命 我又影響著他們的生命 所以我回到學校教書的時候 我都希望用回這個想法 喂 就來Grad了 你們怕不怕找不到工作 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很徬徨和很不安 就好像一條魚仔魚游入大海的感覺 離開了書院就好像 會沒有了身邊一班 經常在你身邊的人 就會感覺到一些不安全 和安全的 你們當年離開書院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就是發現自己 終於要面對現實 趕快賺錢去還學費 我有一種預備了三年 終於要出去一店的感覺 好了 我 Fleetwood有素肌 改進去一條魚 改進去腦海的聲音 改進去的水 改進去水 改進去 改進去漢外 改進去水 改進去熱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